本將軍請包大人收起上方寶劍 王同齡取出親次玉佩 包枕自當遵旨 可以 只怕讓各位再跪一次 本將軍有點過意不去 道枕恭請王同齡請出親次玉佩 玉佩 怎麼不見了 王同齡請在仔細尋找 一是親次玉佩 可也是要株連九族 一是親次玉佩 罪無可赦 白元朗 在 押下去 是 包枕 朕 朕 不信包卿 會為了爭奪青龍珠 而扣押王同齡 啟奏皇上 若非確有其事 周父將其敢敢冒欺君之罪 傳信回京 啟奏皇上 包大人行事剛正 即使將王同齡扣押其中必有緣故 丞相 你有所不知 王同齡身懷皇上親次玉佩 所到之處如聖上清零 即便有什麼過失 也當回金在意 盡包枕擅自扣押王同齡 南逃欺君往上 藐視朝廷之罪 太師 包的人是有御寺上方寶劍 待天循守 若王同齡在外行為不端 包的人將其扣押 也並無不當 丞相此言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聖上早有秘職交付王同齡 在追尋青龍珠期間 皇上任何其他信物欲親自欲配 皆需聽命行事 請包枕借上方寶劍可便宜刑事之名 扣押王同齡 形同抗旨罪無可恕 請到皇上 不要再說了 當務之計是找回青龍珠 枉論是非於是何補 傳朕之意 不論王同齡有何過失 要包枕立刻放人 同時收回上方寶劍 老臣遵旨 且慢 起咒皇上 包大人持上方寶劍 待天巡哨 斬監府逆功不可沒 請皇上收回臣命 皇叔 皇同齡持陣玉佩追查青龍珠下落 包枕望顧母后安危 扣押王同齡 皇上 包枕刑事方陣 扣押王同齡必然事出有意 皇上萬萬不可聽周副將一面致詞 皇叔 包枕持上方寶劍一意孤行 不是朕玉佩的威信 僅此一向 朕就足以收回他的上方寶劍 皇上不要忘了當年陳舟鳳梁 至今垂之應景 如青似玉佩所托非人 皇同齡在外 霞皇命戰勝胡作非為 皇上 scand如晃